哈喽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今天又来到我们的和我一起玩玩具 上一次呢是给大家介绍了我们的Tinty一个浴缸球 也就是在浴缸里面呢能够发出非常多的颜色的这么一个泡泡球 然后上一次呢是多留了一个这个黄色的一个浴缸球 然后这次呢是要给大家来展示一下我们的黄色的浴缸球 里面会含有一个怎样的一个我们的小动物呢 上一期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是有一个这样粉紫色和我们一个蓝色的一个浴缸球 然后里面呢是有两个小动物 一个呢是我们的小章鱼 另一个呢是我们的小鲸鱼 然后上一期呢是有很多的小朋友在视频的下方留言告诉我们 想继续看到这个黄色的浴缸球里面会有什么 我们来试一下 我们的这个浴缸里面的水呢就完全变成了黄色 非常暖洋洋的一个黄色 我个人是觉得非常的喜欢 嗯可以想象呢我们如果是真的小朋友在家里有这么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浴室 然后在我们的浴缸里呢是放上这样的一个浴缸里是放上这样的一个玩具球 然后应该是会非常的享受非常的有意思 我们可以近距离的再看一下里面会是一个怎样的一个小玩具会留给我们呢 可以看到我们这里面这个玩具呢应该是一个黄色的一个玩具 然后它还在翻滚着 哦出来了 可以看到 这个是什么 看出来了没有 这是一个小海星 是不是特别的可爱 然后在后面呢还有非常浓的一个黄色在这里面 可以看到我的这个小的这个浴缸呢是基本上全变成了这种深深的黄色 非常浓 非常颜色非常的好看 可以把我们这个小海星呢从水中取出来 也是非常可爱的一个小海星 然后让它见下它的这个小家族 这一个小海星呢和它的小章鱼兄弟 还有我们这旁边有一个大鲸鱼 这就是我们这期给大家带来的一个Tint 一个儿童浴室的一个玩具 是我们的一个黄色的一个浴缸球 或者是一个浴缸泡泡泡球 然后这个颜色呢是对于我们小朋友来说是应该就是 完全没有害的就是完全可以在我们的水里呢是去给它一个沐浴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材料组成 可以在屏幕的下方呢留下你的留言 告诉我们你们对这个玩具的感受 意见与建议等等或者问题都可以写在下面的这个留言板 然后这个Tint呢就是我们这个玩具组的这个名字这个牌子 或者呢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 在频道当中呢还有更多更有意思的相关的一个视频 也是非常有趣 非常适合各个年龄的一个小朋友 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的视频的话呢 不要忘了给我们点个大拇指向上的赞 那么我们就下期再见咯拜拜